好,我们现在线上有一位是河北的李先生,河北李先生您好 那个,是我吗? 是,李先生是你 刚才你们提到就是这个刘翔这个事儿啊 就是说13亿人们就是说对他产生一定的压力 我觉得不是这样 就是我觉得刘翔他本身他并不是他并不仅仅他是一个运动员 他已经是一个政治化这么一样一个人物了 所以说呢,在他的身上啊,不能输,只能赢 所以说呢,他要一输呢 他并不仅仅是输的个人的比赛 他输的是国家 所以就是说呢,他这次他这个假装是腿疼 腿有伤,这个是,就是说退出比赛完全是认为的 并不是说他腿上真正的是有伤,真正是有疾病 河北的李先生,我不知道您的这个说法是不是已经得到了证实 他是不是真的有伤病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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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真的假装 好的,河北的李先生,我们今天呢,讨论的这个话题呢,是这个心理和运动健康 当然这个政治因素在里头也是有的,不过欢迎欢迎您打电话进来,也非常感谢您打电话进来 还是这个话题,刚才河北的李先生呢,他一开始说啊,他有点这个自相矛盾 我觉得,一开始说,他说这个不是这个,刘翔这个不是心理对他没有什么压力 他提到这是政治因素 他那种,河北李先生提这个因素也是有的 所谓的13亿人 56个民族对他的压力,那就是政治因素的压力 那政治因素会造成心理的压力 对不对 我想应该这样,这样分析的一个问题 就首先我们讲,就是我们讲的心理压力 我们没有说心理压力一定是坏的 对 就像我们讲的生活中的挑战 是 压力不一定是坏的 对 所以所谓讲的心理压力,英文讲的stress也好,challenge也好 他也好的 那么如果我们翻成中文的话呢 好的心理压力,实际上就是一个动力 一个动力 动力,所以我觉得刘翔呢,他心理压力一定有的 对 这是很正常的 对 因为我要去完成一个任务 对 那就有个要求 这个要求要你在尽快的速度下完成 这就是压力嘛 这就是压力 所以我觉得不是坏事情 那么第二个呢 刘先生讲的这个所谓的 不赢不行啊 或者我觉得 我觉得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报道啊 现在已经不是这样讲法了 我觉得国家体育局啊 运动员啊 他们都很清楚 就是说我 穿加了中奥运会 为国家努力了 能不能拿到冠军 有很多因素 如果我的因素进到了最大能力 他就是赢了 他就赢了 比如说你有一个运动员 他跑出去摔倒了 那你说他政治局务不高啊 不能这样讲 不能这样讲 那么另外我想讲一下 就是说我们是医务人员 不是医务人员不能理解 这个跟剑的受伤啊 因为他已经受伤已经很痛了 他呢 那人家可能会问 他居然很痛了 不能走了 他们他怎么能走到跑步线上 在以前医生已经给他用强刺激 刺激到他不感觉痛了 而这个伤还在 那么所以他一跑以后呢 拉上以后 那么这样的情况呢 就像有些部位的骨骨和肌肉受伤啊 很多人不懂 他可以在一秒钟以前一定没有症状 譬如说有的人追肩盘有问题 基罗拉上以后 他可能一定没有 但一个动作就驾重了 那你像他的这个运动那样 根本不可能去穿嫁了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讲法 有点从自己的想法 没有根据啊 我觉得 是对 好像现在根据报道各方面的情况 好像刘翔 真的是因为这个伤病的原因 因为我看到的报道 现在国家体育局 请了医生到上海了 好像是到上海去 不是中国医生 有中国医生 华山医院还是什么医院 我忘了 请了有美国的运动医学的专家 包括退休的有名的专家 都请回来会诊 说到这 我想顺便问一下 就是像刘翔的这种伤痛这种情况 是不是就已经可以说 基本上就是 作为他这种运动 结束了他这个运动生涯了 已经不能再继续 这个这个例子 我们不能讲这个话 但是报道说 是官方的报道说 流向的伤的复发是 很可能的 就是如果这是治好了 不管在中国也好 美国也好治好了 那么他搞不好又要复发了 所以对今后有一点影响吧 就看他怎么恢复 从常理讲 他应该就是恢复到完全好了 再开始需要运动量 不能见 不着急的话 我看还是可以回来的 刚才您简单的提到了一点 就是有人建议 我也看到有很多资料 有一些学者也写文章 就是建议用运动来治疗忧郁症 所以刚才您的讲法 就是运动呢 可以减缓这个忧郁症的这种症状 但不可以预防或者治疗 但是我看到有一些学者说 好像怎么样可以用运动 可以治疗忧郁症 能不能讲讲 这方面 忧郁症到底是怎么回事 忧郁症它是个心理疾病 它有几个主要症状 一个就是忧郁症 忧郁症就忧郁 这个忧郁不是说不开心 这个忧郁症就他觉得生活没有意义 他觉得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那么这个呢 是因为现在社会的挑战太大了 每个人经受的挫折和痛苦太多了 他又不能释放 因为有很多情况下 我如果有了忧郁症以后 我不能释放 我如果在公司里工作 竞争很厉害 家里人都对我具有很大希望 我不能跟他们讲 我觉得我没有希望 越是这样呢 他就越是压在里面 压在里面呢 他就感觉没有希望 这个忧郁的结果呢 他会躲避社会 或者走向反面 他会和你家人和同事 敌人一样 你们不理解我 我又不能讲 所以忧郁症是病 他是一种以忧郁 失望这样为基础的 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呢 他是有自杀的倾向 自杀的倾向 自杀倾向呢 也是这样的 就是说 他就一切都没有希望 前途都没有了 那么他想接受生命 他有的时候觉得 接受生命 对我 对我的同事 我的家人 都是一个 一个放松 而危险的是 忧郁症的自杀 没有预兆 越是想自杀的人 越是不讲 到过来 如果我觉得这个人 有忧郁症的 他讲的要自杀 不一定 他自杀的这个 还不是很强烈的 有自杀 那么忧郁症还有什么呢 就是他行为改变 比如说他 人也不搞 都干干净净了 头发长了 不理也无所谓 开会学习 迟到一两次 人家讲他 他也无所谓 小孩突然跳课了 不上课了 行为改变 那么这个 刚才心理压力 差很大了 这就是忧郁症 那么忧郁症 现在认为 你治疗 基本上是四点 第一点不是运动 第一点是药物 我们有抗忧郁的药 抗忧郁的药 是这样的 抗忧郁的药 到现在最后的肌理 还不清楚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抗忧郁的药 你会脱不开 三克 四克 五克 十克 二十克药 那就 药有副作用 所以 但是一定要用药物治疗 第二点是心理治疗 心理治疗 你要找专门的心理执行士 因为比如说 我们不懂的人 如果家里有人犹豫症了 那么他开会知道 到时候头也不减 不减 我们会骂他 你怎么 这么让他不减头 你怎么开会又知道了 真正的心理辅导 是不会这样讲 你不能指出他 你要用正面的心理当事